美国最后投入战争 日本进行了谴责 可是国内还有很多军火商依然和日本做生意 比如钢材、石油、棉花、煤炭、橡胶等战略物资都源源不断地涌向日本 如果没有美国支撑住日本 那么仅仅是一个岛国不可能在抗日战争中坚持14年时间 但是随着日本和德国的势力不断扩大 美国最后夹断了和日本之间的所有贸易 这就让日本雪上加冲了 毕竟如果没有这些资源想要发动战争根本不可能 毕竟打仗不仅仅是士兵的事情 还牵扯国家的国力问题 在1941年12月7号 日本著名的海军总司令 山本56策划了珍珠港事件 导致美军在太平洋的基地受到重创 死伤了几千人 在第二天美国总统就宣布队 日本和德国开战 可是在战争之初 美国还是将重心放在了欧洲 日本也趁着这个空隙在东南亚掠夺物资 展开全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军队非常猖狂 他们在1942年6月攻占了美国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并且插上了太阳旗 这对于美国是不能忍受的 毕竟这里名义上是属于美国的国土 虽然并没有大量的美国驻军 可是自己本国国土被战是一个耻辱 到了1943年5月 美国为了能够夺团两个岛屿 下令第七步兵师 一万多人对阿图岛进行抢滩登陆战 岛上的日本守军只有2600多人 面对五倍雨几的美军 这些日本士兵打得非常顽强 坚持了整整三个星期 而美国也付出了500多人阵亡的代价 还有一千多人负伤 加上两千多人的非战斗减员 但是日军也不好受 其指挥官山西宝黛大作 在冲锋的时候被美军杀死 面对一个小小的岛屿里 国就损失这么严重 于是决定再缓攻击另外一个斯基斯卡岛 阿图岛士兵全体玉碎的消息 让日本非常震惊 再加上之前的瓜岛战役失败 日本陆军已经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为此 他们让基斯卡岛的日本军队全部撤退 但还是留下了大量的地雷和水雷 让美军占领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容易 一直等到七月份 整个岛上都下起了大雾 日本军队趁着这个空隙派遣海军 将岛上五千二百多名日军全部带走了 只留下一座空岛 可惜美国人并不知道 日本军队已经撤退 还派遣轰炸机舰载机 对整个岛屿进行覆盖性轰炸 8月15号 美国一百多艘战舰和三万五千多名士兵 一起登岛作战 是由于岛上大雾和地雷的原因 让美国人误以为日本在富于顽抗 在抢滩登陆的时候 就有24名美军死在了自己的人的枪口下 就连一艘驱逐舰也在岛上触发了日本的水雷 导致71个人阵亡 后来不断有人受伤 根据战后统计 美军阵亡122人 失踪198人 而岛上却仅仅只有三条狗 这场战争也成为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